秉持着保存发扬台湾美术文化的心愿 顺天堂药厂创办人许鸿源博士 在台湾还没有美术馆的年代 就积极收藏台湾本土艺术作品 许鸿源1991年过世前主妇家人 成立顺天美术馆 由雕塑家好友陈飞龙担任馆长 在30多年后的今天 许氏家族将美术馆的652件作品 全数捐回台湾 为台湾的艺术史建构完整的文化资产 这么一个美丽守护台湾艺术 守护台湾历史的梦想 因为它始终眷念着故乡 因此萌生希望能够为台湾的下一代 为台湾收藏艺术的历史 我认为它的收藏行动的本身 就是台湾艺术史的一部分 这是爸爸的一个高代 我做不怕 他要完成他的观望 许鸿源1917年出生彰化 29岁创立顺天堂药厂 率先引进了日本制药技术 被中医药界尊称为科学中药之父 他本身也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 36岁就担任台北和平长老教会的长老 许鸿源自幼喜爱画图却没机会学画 事业有成后 他的第一幅艺术收藏便是教会好友 国宝级艺术家廖继春的作品 在廖继春的鼓励下 许鸿源开始踏入艺术收藏之路 廖继春先生就跟他讲说 台湾的艺术家都非常辛苦 因为台湾没有艺术市场 艺术家在画这些作品完全是 基于一个对艺术的热爱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 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些艺术家 那喜伯斯刚才也是有一点帮忙的信使 就帮忙然后慢慢她就发现说 她可以去台湾留下来 但不过这些问题不仅是帮助台湾艺术家 许鸿源也希望为台湾留下历史印记 从1979年开始 她系统性的收藏台湾艺术家作品 历经家族两代 收藏年代横跨一个世纪 从日治时期前辈艺术家 陈神波、李梅树 到战后的洪瑞玲、廖修萍 还有780年代刘美创作者 薛宝霞、梅丁眼 可说是台湾艺术图普的缩影 薛宝霞经常说 薛宝霞经常都要导买 清廟软开 都淘汰了 不要问别了 导书要去门城市场 要不然要给他争议 台湾有经过很多时代的变迁 因为酸甜苦辣的人 他可以在他的肚子表现出来 他说 如果我就想想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代表的争论 对他来了解说台湾的社会是怎样 他的收藏只是在为你保管 他不是想透过收藏 有一天作品这个抬高 价格抬高他要赚钱 他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他所收集的这些作品 变成为台湾保留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史料 但是不是一般的史料 而是美术的图像 他说这篇作品 最后可以整个月都流下来 做这个环境 不要分手机 1975年 许鸿源旅居美国洛杉矶 把珍藏画作代理了家乡 晚年他和雕塑家陈飞龙成为好友 在1991年临终前 许鸿源将想要把整套收藏品 带回台湾的心志 传承给陈飞龙 因为他第一句话跟我讲说 这个有一天要交回给台湾年的手里 他的孩子叫来的床边就说 这陈先生要帮我做一些女人 以后要跟他配合 对我来讲是看到他这样身体不好 然后又把这个重担担在我身旁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帮他完成这个东西 可是隔天他就过世了 许鸿源的夫人许鸣伦女士 依照他生前遗愿 1993年在美国耳湾成立顺天美术馆 由陈飞龙担任馆长 收藏串起台湾文化轮廓的600多件画作 他们建立这美术馆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他说你要把一句话换在美术馆里面 换在行李上 我说是什么 他说利益四人 荣耀归族 我就把他这一句话换在红颜纪念寺里面 在文化部的前瞻重建台湾艺术史计划下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2018年专程前往美国洛杉矶 和许鸿源的长子徐兆信正式展开洽谈 将652件作品全数捐赠回台 成为台湾史上最大一笔艺术捐赠案 我们会看到台湾多面向 而且是不同世代 对这块土地的关怀 跟所接触的过程 就是像说嫁妻子 你找到好的王室 你也是欢喜 替他欢喜 现在开始你经历 想说你今天看到这些 女儿的房间都坑坑坑 你稍微不甘不甘 但是你又想说 更好的他的将来 经历你替他欢喜 北部有高台湾的台湾 既然有境外来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完美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他们说最后的印象和台湾 在这里他要走他的路 如今这些留学海外的国家宝藏 终于回到了家乡 也把许氏家族的圆梦之旅 体现在今年国立台湾美术馆的 海外存真展 药物依人生 文化也仁心 许洪源用一身 无私的守护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 这样荣神艺人的精神 将在这块他深爱的土地上 传承到世世代代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整理报道 找到一个长沙 养地版就文化的 18初日 我看不见到 在我们 boaweit 男涵特变翄 搞过